开局 我去开局就看到了江王的两个大脚丫子 然后本局的名字 暗影弯豆占江王 然后阳光给了200 卡扫里暗影弯豆咱们先种一颗 后面还有海绵菇 火爆辣雕 这应该问题不大吧 这来了一个普通小石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哎我去啊 变菜教师 这个怎么办呀 我去普通小石赶紧来一颗好植物呀 由于暗影弯豆的伤害很低 打一个普通小石还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变菜 我去啊 小拍锅 完了 这一局凉了 现在咱们重新再来一局 我就不信我的运气总是那么差 先来了一个普通小石 这个肯定是没有问题 我去 又来了一个变菜教师 普通小石 普通小石 这一次就看你的了 能不能给我来一颗好植物呀 我去这个变菜教师速度好快呀 哎 硬头让带我 我去 咱们再来最后一次 二叔有句经典语录 就这一次 咱们直接送江王小老弟去度假 哎 这一次没有变菜教师 非常可以 运气 他这不就回来了吗 他爷爷奶奶的爷爷的 两个猫尾小火 完美开局呀 现在第五路来了一个变菜教师 但是 咱们也不怕了呀 那么 小伙伴本军挑战 你感觉军载能够过去吗 哎 这个时候 江士博士 第一次低头了 由于第一个回合 咱们职务有点少 应该是 打不了江士博士 多少血量 然后 江士博士 突的火球 咱们的海冰湖 也给底跳掉了 这一波 咱们攻击虽然一般 但是防御 堪称完美 然后 咱们直接来到 江士博士的第六次低头 这个时候 咱们的火力 可以说是相当的强 然后 还有一个修脚掉 为咱们持续攻击 这个时候 江士博士的满身裂海 也早已被打出来 这个回合结束之后 江士博士 还剩一万五千多的血 然后 江士博士 第四次低头的时候 冰车江士 直接送来两个毁灭锅 既然这样 这个回合 咱们直接送江王 去度假 过程虽然有点曲折 但是结局是完美的 点个关注 咱们下期见